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Moco.js Moco.js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是Moco.js的语乏规范 那么我们说到Moco.js的话 我们语乏规范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个是数据模板的定义 第二个的话是数据张卫福的定义 那么这两块的话 通过我们的Moco.js里边 它也有相关的一个介绍 我把里边主要的内容 我把它放到我们的思维导图里边 然后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与学习 那么看到数据模板 数据模板什么叫数据模板呢 数据模板就是按我们指定的一个模板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定义的这样一种 叫数据模板的一个定义 那么从数据模板的定义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文章来总共看到 从数据类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最基本的有六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的话是String类型 字符串的 也就是说它最后它输出的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Number Bulling Object Array 还有一个Function 应该是 这个地方应该是叫 应该是函数 这我稍微处理一下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一个一个都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数据模板的 它一种书写的一种格式 它是一个LIM 我们都知道数据的 它这样一种定义呢 它是一个以KeyValue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 这样一种规范的 然后呢 它在里边写法的话 就是一个LIM 然后还有一个Min orMax 然后呢 这是一个Value 我们可以通过重复Value的这样一个生成的字符串 那就是说这样一个表达是 它表达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LIM 表示我们就是KeyValue里边的那个Key 然后呢 这个Value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输出的一个值 注意这个值呢 它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 所以这里边它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这个mini和Max的 然后这分别会解释一下mini和Max 那mini就是说 我最少要重复多少次 那么我最大 就是我最大会是多少次 也就是说 介于最大和最小之间 大于等于mini 小于等于Max 这样一个 对Value的这样一个字符串的这样一个重复 这就是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值 还有一种呢 它是一个count 这个count的话呢 它是通过重复多少次 这个地方是一个范围 这个地方是一个次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用一个例子来表示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 注意这里边所有的那个例子呢 我在Mock.js里边有一个这线编辑器 就是官方提供的一个这线编辑器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线编辑器里边来 我们来去使用一下 就因为这里边呢 可以直接去做一些模拟性的这样一种测试 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数据模板编辑器 数据模板编辑器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呢 是我给地址的话 给大家那个稍微复制一下 这个地址 我们这个语法规范里边 我们放到这个链接里边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把它 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测试 OK 那我们说的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使用到的一个模板 那就是这种语法定义 那也就是说Lim Lim1比如key 然后呢1到5 表示呢一次或者是5次 然后呢 Lim2重复5次 然后呢 它重复的值呢是T 所以这个地方是单语 OK 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测试一下 OK 那这里边呢 它是进来的时候 它自己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现在我们一个一个能来看 OK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我们时时在进行编辑的时候呢 这边会有一个时时的一个输出 这边是编辑 这边是输出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基本语法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事例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看一下 你看1次到5次Lim1 那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key1 就我们经常说的key和vinyl对不对 key1和key2 那就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我在改的时候大家同步看一下 后边key和key2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A重复1到5次 这个地方T的话呢 是一次重复5次 这个地方比如说我6次的话 那肯定就是6次 然后呢 我每一次改变的话 这个也会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这个地方呢1到5次 我更新一下1次 然后呢3次4次3次4次 这就是一个随机的这样一种过程 OK 那么另外呢 这就是一个string 然后注意哈这个string的话呢 它这个这个vinyl的值呢 它是一个string类型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number 我们这个地方有介绍 我们这个文章里边也有啊 还有只number 那我们看到一下number在里边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直接看这个地方 number的话呢 number1 加1 从多少 这个值的话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你看我们 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 从100 开始啊 我们从100开始 这个地方呢 是加1 那我们看一下 加1 所表示的这样一个含义 number 那么我们在这个 它的官方文章里边呢 啊 也有非常详细的一个 啊 一个定义 说法 那这个number lim 加1 表示属性值 自动加1 初始值为100 初始值为100 那加1 每一次都 啊 初始值啊 自动加1 初始值100 然后101 这样加得走 啊 这就是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加呢 那么 我们要看一下具体的原因 啊 这个地方 key 注意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个地方 那就是 我们在数值进行递增的时候 啊 我把这一串给放过来 这就是我们已经测试过的代码 这个地方呢 从这个地方 我先给它 上这个 从这开始 OK 那我先来分别来介绍一下 啊 这个地方 它是加1 啊 不认为1 每一次是加1 那么 在文档里边 我们先 再仔细的看一下 注意哈 lim 属性值100 属性值自动加1 初始值为100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和最后边的 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 啊 最后边 这个地方就 increase 这个increase的话呢 它是指在 是一个全局的一个质证 然后是每次加多少 我们可以来对比着看一下 他说这个地方是错误的 因为这里 我们先 先先不忘处理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 先先看一下 我们先从第一个先看到走 那么 lim 3 0 啊 这个就是key 然后呢 1 到5 2 点 是1到3 那也就是说 这个值的话呢 它输出的一个 结果 你看哈 这个地方是个字符串 那字符串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刚才说的 这个就是一个 vinyl vinyl是一个number 这个number的话呢 它是指 我这个地方的数据类型 是一个number 不是指明 它 是一个 1的字符串 而是指明呢 它是一个 数据的类型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1 是字符串的话呢 我最后的结果就是啊 最后它是1 1 1 4个1 4个1的话 它主要是以前边这个为准 就说 我是1到5个字符串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2个字符串 如果我把它改成 1 这种的话 那么注意一下 它就是 哈 这个地方是 1到5 数值 这个地方是小数的位数 是1位到3位 啊 1位到3位 这个地方呢 这是 1 而然我们 所以我们刚才呢 把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这两个啊 3-1 这个地方是一个啊 注意注意一下 这两个的一个区别啊 然后呢 lim4的话 它是3啊 就是它的啊 这个地方其实它只是 这个地方19啊 0啊 1这些啊 它只是指明的 它是一个某一种数据类型 它并不指明它 比如说我这个写个19 到底这个19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只是表示了一个数据类型 如果我写成0 它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啊 是指明的什么 3到9 也就是说我的啊 就小数点前面呢 是3到9 然后呢 后边的是个小数点 后几位 这个地方是小数点 是1到3位 这个地方呢 指明的是6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 lim4啊 这个地方呢 也是同样的 然后它是5啊 我的个位数啊 是5 这个地方是一个范围 是3到9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5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2到4 也就是说我的小数点的话呢 是两位到4位 所以我这个地方只是指明它的数据类型 这个地方是3.5 这个也是非常好清楚的 就前边呢 是3 那后边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就是我们这个5呢 表示数据小数位数 这个地方 加1啊 我 待会我们再来说 加1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和后边的这个 随机数啊 再来做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区分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 波尔类型 波尔类型的话呢 它是分为一个 lim和value 也是一样的 1 lim表示随机数的这样一个波尔子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value指示它是处 或者是force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是1的话呢 表示概率呢 为1分之1啊 就是真假都是1分之1 那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啊 具体的一个值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呢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 概率的一个范围 它是 出现这个value的值 的一个范围 是最小的 除以最大和最小值的 这样一个和 这是value的值 那么value的反方向的值 因为触合force嘛 那就是它的反方向的值呢 就是最大的这样一个 然后除以一个总和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能看到 我们的一个bolling 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bolling的一个情况呢 也是类似的 OK 我们bolling 这个地方 1表示它是处 要么处 要么force 那就说这个地方呢 出现处和force的概率 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出现处的概率的话 是相当于处的概率是多少呢 是1除以1加8 也就是九分之一 也就是说 出现处的这种可能性 要小一些 只有九分之一 然后呢 出现force的话 是九分之八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bolling的话呢 你看它出现force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一下bolling 我现在多 生成几次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值 我们看到 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 总的来讲呢 bolling的这种 这种值的变化情况 是要更大一些 那么我们紧急着看一下object object的话呢 它是从我们的这样一个对象当中呢 去抽取一个或者是最大或者是最小 这样一个区间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从里边抽取固定个数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object的 那我们看一下object的话呢 这个地方 注意写的写法啊 每一次它是都是以那个豆豪结尾的 这个object的1的话呢 它是从这个1到3里边呢 是抽取一个或三个 那么这个object的2呢 是指从这个里边呢 抽取两个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1到3个 一个两个或者三个 但是你看object的2 永远都是两个啊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OK 那我们到下一个数据内容啊 我们其实看到它的定义 其实是异常的简洁 因为它是非常相似的啊 这个地方是object的 我们看一下array array和object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array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object的这样一个数组啊 所以呢 它只是在我们的那个object的啊 基础上呢 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这样一个array啊 然后我们array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array array这个地方 OK array1的话呢 它是指我们从这里边呢 去获取 只是这样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 你看哈 我们这个数组里边 其实它是有两个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array里边输出的 要么是123啊 还有一种情况啊 array 789 也就是说 它这里边只可能出现 要么是这个 要么是这个 它不可能出现 这两个交叉 或者是重复的啊 然后呢 array2的话呢 它是指 一次你出现这里边的啊 一组 注意哈 它出现的是一组 或者是呢 两组 注意一组是什么样的概念 这一组的话 我们先看个 它生成一组的情况 array2的话 生成一组 这就是生成一组的情况 然后呢 array2的话呢 你看 它还可能生成 像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 这是一组 这也是一组 所以它这个组的概念 就是说 我这个可能看成是一起的 一个体的 然后我也可能是 这个是一个体的 但是呢 我也可能是 这个整个是一个体 所以呢 这里边 我们看到array2的话呢 其实 它里边其实是多变的 789的有 对不对 123 789的也有 所以 这里边 整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看 最后的一个 就是一个function function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function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的第一个例子 那就是一个带function的 我们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function呢 我们先把这里边 所有的东西 我们全都把它给 干掉 留下这 OK 那么 我们看到 title 是这样一个 然后呢 它返回的是 return this的title 它就输出了这样一个 比如 比如说 输一个 hello work js OK 然后它这输出也是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zs 我们如果把zs给去掉的话 它就无法识别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zs的这样一种 写法 这就是你一个 里边数据类型的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类数 OK 那这一讲呢 基本上就到这 那么我们后续呢 还有一个 我们这一讲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是指那个张卫福 张卫福的这样一个定义 其实张卫福的定义 其实一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板块 那我们在下一个张节 下一讲当中呢 我们就详细来说一下 张卫福的这样一个 只是说从语法规范来讲呢 它是采用两种定义的模式 一个是数据模板的定义 一个是张卫福的定义 那么张卫福呢 我们将留在下一节当中 来做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 好的 那这一节课呢 就暂时到此 那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后续的这样一个课程 好 再见